iPhone 16 Pro 和 16 Pro Max 用了差不多兩週 來說說我的使用心得 還有今年你該不該換新機 大家好我是安森 今年的iPhone多了一些新東西 也少了一些老東西 先簡單帶一下開箱 依照慣例自從Steve Jobs往生之後 蘋果產品我就一律都買黑色 或是最接近黑色的顏色 去年原本想試試看 太金屬顏色 不過看來看去還是覺得黑色的順眼 最後15 Pro 還是選黑色 但是今年感謝有閒購物贊助 現在我手上有一台16 Pro 和一台16 Pro Max 在有閒購物買iPhone Apple Watch或其他3C產品 滿2500可以折1200 用來買全系列iPhone 16或16 Pro 都超級划算 或是滿10000折500 很適合拿來買Apple Watch 也有滿5000折250 可以拿來買AirPods系列 另外還有陪你上山下海 走透透的GoPro HERO 13 Black 除了優惠券就限領限折以外 現在還有隱藏優惠 結帳再享9折 或是取景無死角的 Insta360 X3 挑戰市場最低價 限時載送64G記憶卡 最適合搭配各種運動的Garmi智慧手錶 現在也直接折1200 詳細內容我會放在資訊欄及置頂留言 看完影片想購買全新系列的iPhone Apple Watch 或各種任何3C產品 記得到有閒購物逛逛 最近幾年開箱的體驗都差不多 撕掉撕掉 就可以看到iPhone的本體 拿起來後移除保護膜 就可以看到螢幕並且開機 這次線材和退卡針的包裝方式有點不太一樣 改變的不只是這點 這次有一個重大到 根本就可以說是動搖國本的改變 居然沒有蘋果LOGO的貼紙 身為一個蘋果貼紙大富翁 難道我終於要發大財了嗎 這次貪圖能夠快速開工 我先選擇了把原本在15Pro的資料 直接轉移到iPhone16 Pro上面 不過其實最好的資料轉移方式 並不是這樣兩台iPhone擺在一起直接轉移 也不是用iCloud 也不是插上電腦 而是不要轉移 這個話題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去看看皮樂寫的文章 先回到16Pro系列 從外觀開始說起 今年我原本有那麼一點猶豫 要不要從15Pro換到16Pro 畢竟乍看似乎改變不算太多 但是有一點完全打中了我 那就是去年我說覺得很醜的拉絲表面 今年改回了霧面或是說離地表面 也就是接近以前一直以來 蘋果對金屬外表的處理方式 太棒了 我沒有想過會讓我換新iPhone的原因之一 居然會是這個 別再亂搞了蘋果拉絲真的很醜 至於我手邊的兩個顏色 黑色其實除了很仔細看表面以外 真的就和去年幾乎一模一樣 不在強光下放在一起比較的話 我是真的看不出有什麼差異 而新的沙漠色我個人覺得也很好看 在某些光線下會有點像以前的香檳精 但某些情況下又會帶有一點粉 算是一個有點難形容真正肉眼看起來是什麼顏色的顏色 我只能盡量在不同光線下多呈現一些給你看看 總之這個新顏色我覺得很不錯 螢幕的改變迎來了四個史上 第一是現在無論小尺寸的16 Pro 還是大尺寸的16 Pro Max 都各成為了史上最大的螢幕 兩者都分別大了0.2吋 第二個史上 就是現在這兩台機型都擁有iPhone史上最窄的邊框 關於這兩個史上 一開始我本來覺得這0.2吋還好 但用了幾天之後又拿起15 Pro 就會發現這兩點確實用起來是非常有感的 機身只大了一點點 但是螢幕是有感變大了 第三個史上則是亮度最低 現在新的螢幕可以最低只有Initi的亮度 對於在光線昏暗的環境下使用起來會舒服一點 但是當然最理想的情況還是盡量不要在黑暗中用手機比較好啦 最後一個史上 我想大部分人是無感的 就是這個應該是iPhone史上最堅硬的新一代超磁晶盾螢幕 這個是我完全裸機光溜溜使用了一年的15 Pro 可以看到其實我是有直接摔在柏油路上滾的痕跡 但螢幕幾乎沒有明顯的刮痕 你要說刻意去打光找到剛剛好的角度的細微刮痕 有 但日常螢幕亮起來後會感覺到存在感的刮痕 沒有 所以既然蘋果又往上加強的話 明年記得回來看看下一代的開箱影片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變得更強 還有個外觀不太明顯的改變 是鏡頭變得更凸了 大概就是因為這點 其實我從盒子一拿出16 Pro的當下 就有感覺出來比15 Pro重了一點 應該就是因為不只變重 又加上了鏡頭變凸的關係 重心又往上了一點 我查了一下具體的數字 是從187公克變成199公克 喔對 這個更凸的鏡頭也就表示放在桌上的時候 卡卡卡更明顯了 雖然我想大部分人買到手機 就保護殼馬上裝起來了 根本無感 這次外觀最明顯的不同 肯定就是相機控制了 這東西不只是能按下去 而是有很多跟它互動的方式 多到我是覺得有點太多了 讓我來詳細說明一下 這個按鈕表面是藍寶石玻璃 周圍則是不鏽鋼 內部有一大堆精密的感測器 首先它可以作為一個按鈕 在任何時候按下去都會立刻打開相機 由於是一個真正需要花力氣去刻意按下的機械結構的按鈕 這樣之後用起來我是沒有誤觸過 這點應該不必太擔心 其次是這個小東西不只是可以像剛剛那樣 用力卡按下去 也可以很輕的 有點像是相機半按塊們的那樣輕按 這時候就會叫出角落這個小小的選單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片藍寶石玻璃當作觸控板 能滑動來調整一些參數 然後快速點兩下 你就可以更改你想要控制的參數 從曝光、景深、縮放、相機切換、風格、色調都可以 我個人最常用來控制曝光 這大概是唯一一個我覺得真正會比去點一下螢幕 又往下拉 來得更直覺和順手一點的操作方式 一方面因為用手指去點螢幕 是會遮擋出螢幕影響構圖 一方面用這種操作方式之後 就是鎖定增減的曝光 如果是用點螢幕的方式來做這件事情的話 主體有移動或是畫面變動比較大一點 iPhone經常就會主動去重新測光 然後我覺得大部分時候 iPhone的側光都有一點點過度曝光了 稍微拉低一點曝光能保留比較多細節 所以我通常使用內建相機的話 都習慣剪0.3-0.7 EV覺得比較剛好 除了曝光以外 實際會用起來的操作 大概就是偶爾會用來調整色調了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差不多-0.7-0.1左右的曲線 對比比較強一點點 但補充一下這些當然是沒有對錯的 完全看個人喜好 如果有興趣聽我多分享一點 平常我是如何用iPhone來拍照歡迎留言告訴我 或許可以單獨做一集講詳細一點 喔對相機控制按鈕 其實是可以進入選單去調整的 譬如說要用力按一下還是兩下才打開相機 而且不只是可以用來打開系統內建的相機 也可以指定成其他的相機APP 譬如我最常用的第三方相機 Hotelight就已經出現在這邊了 或是也可以設定成Instagram 這樣按下按鈕就可以瞬間跳到這個畫面 不過珍惜真命遠離Meta 唉這個話題有點大 以後再說回到相機控制 有一點要提醒一下 就是按下相機控制 來當作按下快門的這個用力程度 其實是需要有點大力的 所以如果在燈光昏暗的地方要特別小心 有可能因為太用力去按按鈕會造成手晃 除了用來拍照以外 還可以在點一下打開相機之後 長按來馬上開始錄影 這對於要用來捕捉生活中的那種 稍縱即時的畫面算是蠻加分的 畢竟有時候就是差那個一兩秒 尤其如果一集了手忙腳亂 就更有可能徹底錯過那個瞬間了 而且這樣操作的話 就是長按下去馬上開始錄影 放開按鈕就自動結束錄影 也就不會拍到太多多餘的素材佔空間 算是不錯的設計 當然前提是你要先記得可以藉由長按這個新的按鈕 來馬上啟用錄影這件事 或是打開相機切換到錄影模式 也就會變成按一下來開始或結束錄影 我在看發表會的時候就想說 蘋果應該是想把傳統用相機的半按快門 來對焦這個體驗帶到iPhone上 後面接著就出現了 果然是想達成這件事 不過目前是還沒有的 之後會透過更新來支援 這個可以期待一下 會讓這個按鈕的設計合理很多 同樣未來才有的還有Apple Intelligence 其實我覺得這個才是蘋果真正打造這顆按鈕的目的 現在加上相機控制這些操作方式 似乎有點硬 有點那麼像是蘋果怕被嘴說做了一顆沒用的按鈕 所以硬加上的上面提到的這堆功能 當然確實像我拿來控制曝光是很不錯 但總覺得這個東西的位置尷尬了一點 橫著拿的時候手指要伸很過去 不太符合人體工學 甚至手掌可能會碰到一點螢幕 值得拿手機的時候又會覺得重心不算太穩 兩手拿的時候又常常會覺得 那我幹嘛不直接操作螢幕呢 至於快速打開內建相機 所以等之後更新了 再來重新建立對這個按鈕的認知吧 目前我覺得這個東西設計出來 可能只發揮了一小部分而已 說到設計 其實我覺得這個按鈕的外觀是有那麼一點唐突的 畢竟它長的就和隔壁的電源鍵很不一樣 設計上一凹一凸還算合理 但材質上是塞了一塊亮面的藍寶石玻璃 和閃閃發光的不鏽鋼 就在整台機身上有點格格不入 幸好黑色還不算太明顯 對了iPhone其實從第一代開始 按鈕配置就都長一樣 直到iPhone X才首次拿掉了Home鍵 也就是說中間過了10年 才第一次對按鈕進行更動 又過了6年的15 Pro 才改了靜音切換鈕變成動作按鈕 這次又改按鈕才隔了一年 有點微妙 說完了相機控制 再來就得說說相機本身了 蘋果說這次Pro系列的三顆鏡頭 都是全新的鏡頭 主鏡頭雖然同樣是4800萬像素 但改了個名 以前蘋果都是以Main Camera 也就是主相機來稱呼的 這次有了新名字叫做Fusion Camera 似乎沒有中文稱呼 官方網站仍然以Fusion相機當作敘述 但這顆鏡頭在畫質表現上 我看不太出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或許是畫質本來就不錯 而且發表會上比較強調的 也是拍攝連拍速度 更沒有延遲之類的 無論是4800萬的ProRAW或是HIV 這點確實連拍RAW的時候更有感 之前是超級明顯感覺會比一般拍攝的JPG或是HIV 反應遲緩 現在比較接近一點 不過這點進步一定也有一部分是來自新的晶片 也就是A18 Pro 這個後面我會再提到 升級比較有感的 則是13mm的超廣角鏡頭 同樣也變成了高達4800萬像素了 之前我不愛用超廣角鏡頭的原因 是明顯畫質比主鏡頭差 這次的提升算是很有感 終於變得比較可用了 而且因為這顆鏡頭同時也就是微距鏡頭 所以搭配起來還是可以拍出蠻多很有張力的畫面 算是我覺得很棒的進步 至於第三顆鏡頭也就是等效120mm的5倍望遠鏡頭 得先說說去年15 Pro的3倍77mm 我一整年用下來 撇除為了做影片的時候刻意去拍攝的樣片以外 應該用不到三次 我明明很喜歡膠段長一點鏡頭帶來的壓縮感 卻幾乎不會去用這顆鏡頭 原因第一是最短對焦距離實在太長了 第二是膠段很尷尬 實在有點不上不下 這兩點加起來不是很適合拍桌上的食物或小東西 第二是畫質不算太好和主鏡頭比起來是差了一截的 所以我還是用主鏡頭的兩倍切出大約等效50比較多 這次的5倍望遠鏡頭在焦段上算是我喜歡用的 畢竟用相機的時候 我最常用的鏡頭除了50以外就是105了 雖然有一小段差距 但壓縮感我是喜歡的 雖然和去年遇到的問題一樣 最短對焦距離差不多一公尺這麼遠 如果要拿來拍桌上的15 你會看起來非常醒目 不過因為焦段比較長 可以藉由鏡頭的壓縮 來把很多亂七八糟的東西切到畫面之外 無論用來拍人還是拍景拍東西 目前用起來我覺得比15 Pro的77mm好用非常多 雖然相對主鏡頭和升級過的超廣角鏡頭來說 畫質還是差了一點點 稍嫌可惜 喔對 如果你去年是已經習慣這個77的鏡頭 那今年會有點痛苦了 因為那顆鏡頭變成了120 也就表示如果想要拍出跟去年三倍鏡頭差不多的感覺 就是用主鏡頭去裁切的 畫質會有明顯跟真正光學的鏡頭有差距 軟體上也多了新東西 照片的風格用來取代原本的濾鏡 就我理解應該可以說是多增加了iPhone 會去找出照片中的主體和膚色的功能 等於是會把主體分離出來 而不是單純在整個畫面套上一層顏色的濾鏡而已 這樣做的好處就是可以讓主體 更跳出畫面一點 比較不會被整個畫面風格影響 然後又可以讓使用者以更直覺的方式去調整細節 你無需理解上面的色調和顏色到底代表了什麼 總之只要在下面這個操作介面隨便上下左右滑動 倒覺得順一點地方就可以停下來了 而且和原本點進去的調整 所能進行的變更是分開的 你一樣可以到這邊再進行更細緻的編輯 我覺得這兩個相符相成起來 讓內建的照片變得可用太多了 之前我都會特別打開Lightroom 現在就幾乎都是在這邊完成照片的編輯 喔對這個風格在15 Pro上面 即使升級到了iOS 18 也是沒有的 我是不知道硬體上有什麼 非得16 Pro 才做得到的地方嗎 歡迎留言告訴我一下 補充幾點 第一是這個風格 可以從相機控制鈕來切換 所以可以在拍攝前就套用上去預覽 第二是這個功能 RAW格式的照片是無法套用的 如果是拍攝RAW的話 風格的欄位會變成以前的濾鏡 第三是風格是像調整一樣 並沒有直接去改變照片本身 所以如果玩一玩照片整個歪掉 想要從頭來過 可以還原回去原本的狀態再重新開始 這點很不錯 之前我玩了幾天複製的相機 有一點讓我覺得很有趣的 就是有個APP 可以讓大家分享自己調整照片的參數 形成了一種神奇的社群 我想之後iPhone可能也會慢慢往這個路線前進 大家可以交流自己是如何調整照片 對了在看發表會的時候 關於相機我最期待的一點 是新增的抗反射鏡頭鍍膜 原本以為終於可以和綠色鬼影說再見了 欸 你先來打開蘋果的官方網站 會發現這行字已經默默被拿掉了 在我寫文案的時候 Apple Store的APP是還存在這行字的 總之所有已經拿到16 Pro系列的心得 都和我的測試結果一樣 這個東西不知道到底是根本沒有做上去新的鏡頭 還是有做上去卻完全沒有效果沒有改善 反正現在蘋果是假裝這個東西沒有存在過就對了 和相機有關的升級有幾點 大部分人可能比較不會感知到的更新 第一是15 Pro系列 原本只能拍攝空間影片 沒有空間照片的選項 現在16和16 Pro系列都有了 第二是空間影片 應該是因為16 Pro有兩顆鏡頭變4800萬像素 拍攝後放到BGM Pro上似乎是有更清晰的 不過Vision Pro這個東西不知道台灣什麼時候才會上市就是了 之前我有拍過詳細的開箱和介紹 看完這個影片之後也可以去看看我用了幾個月的心得 那如果是錄製影片 現在也可以錄製4K 120fps的Dolby Vision影片 這點在手機錄影這個領域應該算是超級強大的存在了 也是讓我心動換上16 Pro的第二個原因 這點如果用在最終輸出每秒30格的影片 等於是可以做到4倍的慢動作 搭配4K的畫質 就算是要裁切出直式9比16的1080p畫面 也是非常足夠的 代表可以拍攝一次的素材 就輸出給你現在看到的這種橫式的4K影片 同時裁切出來拿去剪輯成YouTube Shorts 或是Instagram Reels 而且有了4倍慢動作 確實可以讓很多看似無聊的畫面變得比較史詩一點 甚至還能搭配Final Card Pro的AI慢動作 運算出更慢的畫面 搭配現在又可以拍攝Log格式 提供了非常大的調色空間 我感覺之後真的會在很多場景上可以拿來幹點正事了 譬如很多網路廣告的製作 真的可以用一台iPhone就搞定 之後我也會來做一個幕後花絮影片 來分享一下我是如何用iPhone來拍攝網路廣告 不過關於錄影還是有幾點要注意一下 第一是這個4K 120fps是主鏡頭 也就是新的Fusion Camera限定 所以焦段頂多就是能藉由裁切 來變成接近50mm的畫面 但畢竟是裁切出來的 畫質會有一定的降低 第二是如果拍攝ProRes Log 那和去年一樣 60fps以上就一定的外接硬碟才行 會比較麻煩 所以我是推薦使用Black Magic Camera這個App 也就是蘋果自己用來拍攝發表會的軟體 除了會有更多參數可以控制 還有HEVC格式可以選擇 這個壓縮效率會對於儲存空間的壓力小非常非常多 而且可以不逼外接硬碟 否則用內建的相機App來錄ProRes HQ Log 4K 120fps 只要17秒就會吃掉6G的空間 等於1分鐘會超過20G 超級可怕 順便提醒一下 如果想試試看Black Magic Camera的話 預設會額外錄製一份Proxy檔案 方便剪輯的時候 老電腦也能順順的跑 但如果沒有去關掉的話 似乎錄製的當下 iPhone會有部分的運算資源 被分散掉去處理這個Proxy檔案 導致有時候錄不到120fps 目前我測試起來關掉之後就沒問題了 無論用哪種方式錄了120格的影片之後 有一點很蠢的 就是在照片App瀏覽這些慢動作影片的時候 UI設計有夠糟 浪費一大堆空間不知道在幹嘛 這感覺應該要整個砍掉重練了吧 另外錄影缺了4K的空間影片 維持一樣只有1080p 30fps 也沒有4K 60fps的電影格式 是有點可惜的 感覺現在的晶片或許拍個8K 24或30應該都沒問題吧 說到晶片就一定會提到續航力了 蘋果說這一代16 Pro系列是續航最強的iPhone 但別忘了 其實這是伴隨著重量有變重那麼一點點的 所以現在似乎就是一年續航不變 但是變輕變薄 譬如iPad Pro和Apple Watch就是這樣 然後下一次改版 大概就是重量不變 續航加強 總之我測試了播放片長2個小時的1989年蝙蝠蝦 續航的確是有提升的 新的晶片帶來的好處 還有散熱的大幅改善 我測試在iPhone上玩的死亡擱淺 確實溫度有比較低一點 蘋果還有說新的晶片能帶來光線追蹤效率 提升成原本的兩倍 體驗上的影響就是影格數比較穩定 比較少因為溫度升高就感覺到遊戲玩起來卡卡的 原本我想測試一下具體的FPS 但沒想到能做到這件事的工具這麼貴 總之用來玩這種大作 體感上是有明顯變順的 其次是如果經常錄製會議或是活動 需要長時間用iPhone來錄影 那我想A18 Pro更好的散熱也會有幫助 原本其實就不太容易熱到斷掉的錄影 應該可用性更高了 會影響我們使用起來對於續航體驗的還有快充 這次iPhone多增加了45W的快充 不過我測試起來似乎只有電量低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會跑出接近這個數字 我實驗了一下 假設你醒來發現iPhone忘記充電了 剩下30%的電力 那你可以在20分鐘內充到56% 所以快充確實有進步 但45W這個數字不太會看到 不知道之後是否會透過更新 讓整體的充電速度再上去一點 這次的進步還有錄音 蘋果這次塞了4個麥克風在iPhone上 錄製空間影片後 用AirPods Pro或是Vision Pro上面去聽 是非常奇妙的體驗 尤其搭配Vision Pro來播放空間影片 更有一種更生利其境的感覺 聲音的方向性超級明顯 這真的很難用言語形容 但總之是非常有感的升級 其次是新增了空間音訊時的三種混音功能 這是我用音響播放一點點環境噪音 然後iPhone對著我所做的測試 再來我是安生 這是iPhone的混音功能測試 我用另外一台iPhone AirPlay到音響 放了一些環境的噪音 聽聽看效果差別 第一是畫面內 也就是只收錄畫面內的人聲 再來我是安生 這是iPhone的混音功能測試 我用另外一台iPhone AirPlay到音響 放了一些環境的噪音 聽聽看效果差別 第二是錄音室 主要是減少空間的回音 讓人聲變得更清晰一點 更像是接近麥克風時錄製出來的聲音 再來我是安生 這是iPhone的混音功能測試 我用另外一台iPhone AirPlay到音響 放了一些環境的噪音 聽聽看效果差別 再來我是安生 這是沒有環境噪音所錄下來的聲音 再來我是安生 這是沒有環境噪音所錄下來的聲音 第三是電影集 官方網站是說 收錄周遭所有人聲 整合混音後頭像螢幕前 再來我是安生 這是iPhone的混音功能測試 我用另外一台iPhone AirPlay到音響 放了一些環境噪音 聽聽看效果差別 我聽起來的效果 就是會維持有環境的聲音當作背景 但是主體的人聲還是更突出一點 關於聲音 還有一個某天無意間發現的很驚人的差別 是這四個麥克風提供了 通話時的超強降噪功能 我試過在人很多又很吵 一邊大聲放著音樂的酒吧接電話 朋友還以為我已經偷偷跑回家了 當時的環境聲音差不多是這樣的 大家安我三聲 iPhone 16 Pro麥克風測試 在電話另一端聽起來 則像是這樣 大家安我三聲 iPhone 16 Pro麥克風測試 所以買的iPhone 16系列 無論是16還是16 Pro以後 被問到你在哪裡啊的時候 隨時都可以回答 我在家準備要睡啦 以上都是這些你買一台新的iPhone 就能立刻享受到的新功能 但其實我覺得現在的16 Pro系列 也有點像是半成品 畢竟小一點來看 新的MagSafe 據說充電功率可以到25W 30分鐘就可以充50% 而且也有7-2協議 但是這個東西台灣還沒上市 往大一點地方看 Apple Intelligence 連美國都還沒上線 中文最快也得等到明年 而且似乎沒說是明年的什麼時候 延到又出了下一代的iPhone 也不是不可能 但我是很期待 蘋果的AI這種深度整合到手機的作業系統裡面 到底能對我們的生活帶來多大的便利 畢竟現在光是CheckGPT和Photoshop裡面的AI 就已經讓我省掉超級多各種麻煩了 之後蘋果的這種使用頻率更高 更貼近生活的玩法 對於大部分人應該會更有感 所以購買建議先撇除未來的Apple Intelligence這點 我覺得如果你手上的iPhone是12、13、14 甚至是更值錢的機型 那好像可以不用太猶豫 跟去年一樣 我覺得光是改USB-C 可以快速傳輸資料 方便接上各種USB裝置 就真的比以前方便很多 特別是有在拍攝影片的話 今年不但有可用性更高的4K120 而且換USB-C孔 對於把素材放上電腦或iPad 這個過程都會比以前人道很多 那如果去年才換15 Pro 在我看來4K120 還有4800萬像素的超廣角鏡頭 以及新的照片風格 都算是我覺得很有趣很實用的更新 大幅改善的散熱 也對於長時間錄影或是遊戲很有感 如果也想試著拿iPhone來拍一些 比較正式一點點的內容 那上面這幾點應該都會非常有幫助 當然如果用不太到這些 可能會比較無感 但是 如果你跟我一樣 只是純粹不喜歡去年的拉絲表面 那就買 新的iPhone16或16 Pro系列 都已經在有閒購物上架了 記得先領取優惠店的下單 同時一樣能享有分歧零利率 或是看看上面有各式各樣的iPhone或Apple Watch周邊 也有前面提到的GoPro 360相機 甚至是我期待已久最近也剛上市的暗喻幻想也能買到 去逛逛或是拿一些自己需要的東西 都會對這個頻道有非常大的幫助 我和有閒購物也有合作 拍了今年的Apple Watch Series X的開箱 歡迎點過去看看 我是三昇 下個影片